国内原物料飙涨肉粽里的猪肉、花生跟香菇都比去年同期飙涨了两到三成 而为了因应接下来的中元节还有端午节 农委会表示将会释出库存来确保供应量 来听听最新访问 把我们掌握的大概7000顿左右的糯米 就会供应足够的货源来平稳它的价格 不止代价有机会在这个两个礼拜之内回稳 这个农委会还要释出7000顿的末米还有2000顿的花生 并且每个月要进口3000顿的猪肉来补足市场的缺口 确保在端午节的时候食材不会太离谱的涨价